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陳瑩潔年輕時家道中落 為了維持家中生計 陳瑩潔高職二年級就休學而進入社會 踏入了歌唱生涯 從台中唱到了台北 他在這時遇到了生命的第一個貴人 黃俊雄 沒多久 黃俊雄出資為陳瑩潔 錄製了第一首國語歌曲《春風》 也是黃俊雄不帶戲中吳明基的出場主題曲 當時他才23歲 2003年11月 陳瑩潔的父親過世 陳婦因食道癌惡化昏迷兩個多月 陳瑩潔感念地說 爸爸太愛我了 陳瑩潔14歲時父母離異 一家人全靠陳瑩潔演唱收入過火 爸爸很疼他 多年來 陳媽早已原諒陳爸 雖然雙親不再說話 但陳媽看高齡80的陳爸獨居 瘀心不忍 仍不時叫陳瑩潔去看看爸爸 陳瑩潔最後還把爸爸寄來同住 由於父親年事已高不能手術 陳瑩潔用盡偏方減輕爸爸的病痛 雖然演唱會爸爸缺席 但冥冥中爸爸似乎不希望打擾女兒 一直到演唱會落幕才安心離去 提到台語歌壇大姐大陳瑩潔 很多人會自然聯想 與他有13年感情寨的前男友潘健 在2003年 陳瑩潔決定將這段情寨與前寨徹底了結 也感謝老公李春赫15年來的一路相伴與吳慧的支持 陳瑩潔23歲那年結識了同為歌手的潘健 兩人隨之陷入了熱戀 但陳瑩潔不知對方已有一位未婚妻 陳瑩潔的母親並不贊成這段戀情 陳瑩潔不顧家人的反對 堅持自己的愛情 1984年 潘健當時是中式簽約歌星 而陳瑩潔則為華氏簽約歌星 潘健卻跑到華氏為陳瑩潔站台演唱 後來遭到中式警告 當時 綜藝大集合主持人為陳瑩潔慶生 圈內好友黃西田 行楓 于天 媽媽梁秀蘭和老公李春赫 都到場慶祝她50歲生日 陳瑩潔也首度在節目中唱談和潘健的《感情債始末》 當年 陳瑩潔為愛無怨無悔 養男友全家人 甚至不顧一切為潘健背負高達千萬的債務 母親為了此事差點撒手人寰 對於這段過往 陳瑩潔表示 事隔多年她早已釋懷 在陳瑩潔人生最低潮時 老公李春赫事實出現 在15年裡一直陪在身旁 從沒離開過 陳瑩潔說 老公是一個樸實 腳踏實地 又愛家的男人 李春赫則說 陳瑩潔雖然不會做菜 但很盡心做家事 還會幫婆婆洗澡 梳頭 更為她戒掉十多年的排印 雖然這段婚姻當初不被大家看好 但陳瑩潔 李春赫夫妻兩人 感情依舊很好 唯一的遺憾是 陳瑩潔沒能替她生個孩子 不過 李春赫深情地說 我寧可不要小孩 只要她健康 一切隨緣就好 雖然當時製作單位打了近百通電話 也透過各種管道試圖和潘潔聯絡 但潘潔已向製作人表明 因為還有債務在身 不便現身 後來 潘潔好友邢峰則帶兄弟送陳瑩潔一束花 祝她幸福 邢峰說 潘潔很感謝陳瑩潔為她所做的一切 也很希望上節目來說明一切 但現在她生活的不好 也還在負債中 不過 她會永遠把陳瑩潔放在心中 2019年10月 滿66大壽的陳瑩潔生日時許願 希望我和身邊的家人都能順利健康 2019年1月時 陳瑩潔睡醒後找姐姐說話 卻說得含糊不清 姐姐驚覺不對 嚇得問她 你在說什麼 這才得知她突然小中風 導致講話不清楚 還傷到喉嚨 但當天陳瑩潔又早已敲定的表演行程 她只好硬著頭皮倒唱 無法開口唱歌的她 只能頻頻向主辦單位和觀眾致歉 向主辦方解釋原味 事後表示 還好老闆對我很好 沒有要我賠違約金 同時 幸好同場的賀一航相助幫陳瑩潔化解尷尬場面 陳瑩潔上臺時吃力地向觀眾道歉 一旁的賀一航除了幫她解釋 還號召觀眾合唱陳瑩潔原先要表演的曲目 讓她相當感動 陳瑩潔感動地說 賀一航真的很幫忙 那天還好有她在 我們原本還約好下次再合作 可惜沒有下次了 演出結束後 陳瑩潔的老公李春赫立刻陪她到臺中醫院檢查 確診是脖子後方的血管堵塞 導致小中風 她急著詢問醫生 會不會影響唱歌 幸好及早發現 醫生簡單治療後叮嚀她 只要好好保養復健 幾個月就會康復了 復健期間 陳瑩潔一改常年熬夜的習慣 十點就睡覺 還另外補充保健食品 幫助血液流通 陳瑩潔高興地說 我很愛吃肉 但是聽老公的話 現在吃得很清淡 談起老公 陳瑩潔藏不住笑意 她吃素30年 身體好得不得了 休養期間 老公規定她不可以吃炸物和加工食品等 還替她張羅三餐 更天天開車接送 現在都是她在服侍我 此外 夫妻倆還會到廟宇拜拜 順便走一走 當作運動 陳瑩潔表示 她的主治醫生和朋友都說她很幸運 中風的狀況還算輕微 已經兩年沒有做健康檢查的她 發病後總算開始正視自己的身體狀況 除了檢查腦部 也看了腎臟 心臟等 發現自己患有高血壓 趕緊服藥控制 也還好一切都發現得及時 休養生息了半年後 陳瑩潔總算能開始接通告 她笑說 跑活動 唱歌 聊天也算是一種復健 每次開唱前 我都會先和大家說抱歉 因為可能唱得不那麼好 可是我會用一些技巧 修飾不足的地方 展現了歌壇大姐大 炉火純青的功力 好不容易養好身體的陳瑩潔 2022年又陷入牢獄之災 原來是陳瑩潔已在廈門從事演藝事業為由 向秋幸友人借200萬元 後來追加到280萬元 對方認為金額不低 希望能有人作保 陳瑩潔與姐姐陳乃佳考慮後 以妹妹陳玉欣名義在本票上簽字 事後被秋幸友人控偽造有價證券 陳乃佳以審時作證 稱以前經常到秋甲泡茶 當時是秋幸友人希望陳瑩潔在本票上面簽上陳玉欣的 她為此還跟陳瑩潔吵了一架 之後決定自己簽上小妹陳玉欣的名字 將法律責任攬下 依審認定陳英傑教唆原無偽造本票 犯譯的陳乃佳 陳乃佳因偽造有價證券 被判刑一年7月 緩刑三年 陳英傑教唆偽造本票 判三年兩月刑 案件上訴後 高院認為 依陳乃佳的證詞 她會在本票上偽簽小妹的姓名 身份證字號 適應秋幸友人的要求 難以認定是陳英傑 因為言語刺激才偽造有價證券 改判無罪 更高法院一審開庭時 陳英傑解釋 本票雖是280萬元 但實際上只拿到30餘萬 其餘的金額都是過往的借款 秋幸友人稱 80萬是陳玉欣要的 若真如此 根本不夠 陳英傑對於實際借了多少錢交代不清 審判長質疑 怎麼會不記得 你的目的是借錢啊 她答 我覺得我沒有犯罪 檢察官表示 要借錢的是陳英傑 不是陳乃佳 秋幸友人因認為多一個人簽本票可多一份保障 所以希望要有共同發票人 最高法院認為 原判決僅憑陳英傑的姐姐陳乃佳 前後相譯證詞中的部分內容 就認為陳乃佳是自己聽從秋幸友人的指示 而偽造本票做擔保 有理由欠輩 與前後理由矛盾的缺失 法院指出 無罪判決並未斟酌陳英傑 不否認在陳乃佳一開始拒絕偽造本票時 有對姐姐施加心理壓力 動之以情的說辭 也為就相關施政做合理的比較 極為有利陳英傑的認定 也有理由不被的違誤 因此撤銷發回高院更審 陳英傑曾抱怨 姐姐也幫不了忙 弟弟也幫不了忙 家是我養的 檢方認為 她訴苦對象是大姐 當然是希望陳乃佳幫忙 陳乃佳才改變拒簽立場 最後 結果是改判為一年八月徒刑 緩刑四年 不過 她半年內需還求刑友人30萬元 2017年8月現身錄映時 陳英傑聲音聽起來些微沙啞 曾經因為喉咙掌膝肉 中斷歌唱生涯 但唱起歌 情感依舊思思入口 最讓陳英傑傷神的恐怕就是歌手潘建 當年為了男友投資失利 陳英傑一口氣悲債千萬 一人向娃說 潘建積極想做生意 又做一個好像是滅火器的生意 當然 一人要轉型不是那麼容易 後來經濟調度又出了一點狀況 那個時候有一點點就是開票的狀況 還好後來 陳英傑唱到了這首紅編大街小巷的《風飛沙》 賣破百萬張 讓她終於把債還清 但這前前後後也還了七年之久 因為跟象娃之間也一度有金錢糾紛 陳英傑還曾為了朋友 又被千萬債務 貴為歌壇大姐大 卻幾度為錢陷入困境 陳英傑如今除了接戲 活動已經比較少出現在螢幕前 再占版面 又是傳出欠債偽簽本票 研議人生可謂大起大落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 請便wach樂 吳莊 照覅 稍稍 跟 enter 江 靈